某个大男明星啊 后又是某个舞蹈演员啊 那就是一个精神上的病人 从小在演艺区 可能成长环境里面被封闭 没有一个正常的成长 我是最推出的一种 一流的转眼人 但是呢 过的是平凡的生活 但我们现在实际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的信息权 你要去做任何判断 任何选择 都需要完整的信息 所以一个人呢 就在吃瓜吃得不好啊 自己真的变成了我 傻瓜 大家好 我是杨永安 就这段时间啊 我们呢 特别的忙 特别的欢乐 为什么呢 就是吃瓜 那么瓜呢 特别多 特别大 有一次啊 我去富兰附近的一个咖啡馆 那里面有了一个大爆的女记者 她在那里抱怨 她说是这个瓜 怎么一下都来了 特别多 某个大男明星啊 然后又是某个舞蹈演员 那些具体咱们就不提了 哎呀她就说啊 哎呀这些瓜怎么不能慢着来呀 一个一个都来了 就一群都来呀 就是应付不过来度 所以说我们说啊 现在社会啊 我们如果说这个信息 如果你要看的话 特别是种 让你觉得 哎呀非常的可笑 但是又喜欢看 那这样的情况就非常多 那么 在这么一个吃瓜的大环境里边 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些瓜 有没有吃到啊 如果知道一些来中去脉的 那么请扣一 不太清楚的 那么可以扣二 如果从不关注的话 那么请扣三 那么我今天想聊一聊呢 对这些瓜怎么个看法 就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里边 大家都很忙 有一种非常强的 对于娱乐的需求 那可以放松一下 呃 看看热道 那么通过这些瓜子出现啊 你可以更好的体会 我们这么一个庞大的 其实多亿人的一个世界 它的一些样态 说这个是很好的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 就所谓的吃瓜啊 那尽管我们现在这些瓜啊 大部分都在娱乐界啊 其实它带动出来一个效果的 就是说我们在社会生活里边 我们从社会一角度看 传统社会为了实现 那对人的一种思想控制啊 啊 行为控制啊 或者文化控制啊 它就有一个 这种所谓的分级 然后分流 然后呢 让不同的人 那拥有不同的信息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传统社会里面 有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吃瓜子 实际上是网络社会的一个特点 它是所谓的去中心的 那一个人和信息之间的 这么一种贯中性 它也说话也有这么一种 所谓的狂欢背后 它也有一种民主化的内核 这个还是我们要看到 它担有某种进步性 一个典型的代表啊 就是那个美国有一个网站 叫德拉基报道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听到什么 觉得很有意思 它就会不经过 传统媒体那种审查 实际的发出去 所以它是有两件事 结果比较轰动 那一个呢 就是报道了 美国当时总统克林顿 和那个 就是莱文斯基的那个姓丑文 哎呀 这一下子很轰动 还有就是那个 戴安娜王菲 在隧道里面 就是交通事故去世 那这也是它最先报道 所以它开创了 两个世界的第一 所以这个人呢 就是它开创了这种模式 它的信念呢 就是说 一个信息传出去 到底真实不真实 这个呢 由接受者来决定 而是由发布者来决定 所以它这个模式啊 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 这个新闻传播的 那个基本的规则 文化界或者新闻界 这它的评价 是非常的两极化的 有的人认为它是开创历史 但有的人也觉得 它的这个模式 可能会出现失控 所以不可怎么说啊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 其实这也是一方面吧 就是作为一个平民 那一般来说 也是大众传播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但是呢 我们并不是说啊 这个吃瓜啊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可以不加思索 因为这里面我们说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任何人做一件事情 包括传播信息的人 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动机 那尤其是一些 比如说自媒体啊 它这里边呢 是不是还有一些 比如说资本啊 背后的推动啊 或者是流量的追求啊 等等 那我们做一个 现在社会的个人来说 我们从总的来说 处在这个信息不对称的 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只能靠这个媒体 来这个通过上网来看到 那么在这个传播过程中 到底什么变化 有什么渲染 有什么失真等等 这个都是你完全不能掌握的 所以最后你得到的这个信息 只是一面之词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瓜呢 因为需要 哎呀 自己看上了不像事大 觉得很有意思 看上你平时那么光鲜的明星 原来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自己需要这个瓜 所以美国后的著名的 新闻评论家李普曼 李普曼他这本书 很值得一读 就是公众议论 他一开始就讲清楚 所以实际上公众议论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很多人很希望看到 自己要看的东西 然后通过这种看呢 包括看各种八卦 然后获得一种自我肯定 所以这样的一种态度 有时候给人带来 很大的成长障碍 通过吃瓜的方式 然后呢 也获得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就是看到任何一个瓜 其实你的本能反应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渴望更多的事实 就一个人在传播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必然就有很多很多 他自身的 他的一种价值观 世界观 人生观等等都会混在里边 但是我们要去真正直观的话 第一步就是要模型实施 有瓜必有糖 它是怎么出来的呢 首先你要第一反应 你要安静 然后呢 看一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就是信息社会 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品质 这样你才能获得有效的信息 你没有获得完整信息的时候 你是很谨慎的 你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 去对待这个事情 这就是给人成长 这样的态度 才能给人一种不断的 这么一种拓展 所以五六年 美国信息控制论的 就是创始人维纳 他写的这本人有人的用处 里面有一段是 我是非常的受启发的 他就说到我们现在社会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的信息权 你要去做出任何判断 任何选择 都需要完整的信息 所以我们现在人 都要维护自己的信息权 如果我们只用最简单的一个信息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你可能就是充满了谬误 而且你的生活就是失效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面对任何一个 所谓的瓜的时候 要等一等 要看一看 要不然的话 你就是一个不断地被吃的瓜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来 那么多新闻 反转的那种例子太多了 比如说成都那边 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车 追上去 拉开车门 把他揪出来暴打一顿 都没想到第二天 你看警方公布出来的 就是那个记录仪上的画面 原来这个女的 她那个便道啊 非常违规地 在那个就是岔路口啊 岔过去 后面一家伤口啊 那个男人带着他的妻子 和他一代的孩子 他正是太没想 虽然我的暴力啊 是很厉害的 所以一个人呢 就在吃瓜吃得不好啊 自己真的变成个瓜 傻瓜 就被掉来掉去 自己变得很可笑 虽然说我们说吃瓜的时候啊 还是要 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态度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太正经 但实际上确实必要 因为新闻传播里面 我们说传统的新闻传播里面 他讲五个要素 就时间 地点 人物 事件 原因 所以我们其实真正去吃瓜的时候 你要看看这个东西 到底全不全了 如果你真正这样做的话 哎呀 其实我觉得 你的那个成长 你的那个人的 那种 说明质量 会提高很多 就让你去追溯一个东西 然后呢 让你去深化你的思考 真正变成了一个 会思想的芦苇 瓜本身没错 就是你怎么吃 有一些所谓的瓜 我们把它用的太廉价了 太可惜了 因为说那些明星为什么出这事 如果你从一个 成长心理学来看 那可能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那就是一个病人啊 那就是一个精神上的病人啊 从小在演艺圈 可能成长环境里面被封闭 没有一个正常的成长 怎么去爱一个人啊 怎么去在劳动中 有一种普世性 尽管我们是演艺嘛 就是一种专业 你要做到一流 但是这个一流并不代表 少留的生活 我是最推崇那种 一流的专业的人 但是呢 过的是平凡的生活 所以为什么我很 很尊敬美国女演员 梅里尔斯特利普 获得两次奥斯卡最佳 而且获得终身成就佳 但是他人家就不住在 好莱文 带着俩孩子 去纽约普通的公寓里住 就是人 为什么会出现 呱的被人看呢 那这里面可能就是 我们的成长里面 有太大的问题啊 最后长成一个病人了 那这个病态的来源是什么呢 我们要特别的关注这一点 你能关注这个啊 你才能真正的去判断一个事情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就出了完整事了 那你自己耗了时间 那么兴奋 哈哈哈哈笑一唱 啥也没得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去 直瓜的时候 把它看作 我们理解社会 理解人性 理解成长 理解文化的 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的一个态度 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呢 因为你这样吃的话 你就有自我反思了 所以这样反过来一想的话 人生各种诱惑 各种欲望 你是不是有能力 去以一种美好的 一种心态去生活 这就是我们说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 他所谓的治良知 要去在立心深处 去体悟正念 所以吃瓜也是我们这种文化实践 这个实践呢 其实就是我们 去坚持自己的正念 通过这些吃瓜 去治良知 吃出一种积极的精神来 吃出一种 我们成长的力量 所以有些人我觉得 他并不具备好的吃瓜的品质 他就是好像因为可能人比较单一 就觉得这么一吃瓜很痛快 搞了那天你比我还低 我的道德比你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在这个吃瓜过程中 就不知不觉的 在无形中给了自己一个高分 所以这就是问题 当然吃瓜的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也被吃 被谁吃呢 可能就是被故意传播瓜的人 被那个要搞那个流量的人 网络流量的人 被那个这种资本啊 那所诱惑所推动 让这种追求流量的资本 把你一网打进 让你丧失自己的时间 也丧失自己的这种生命价值 这个时候人生 我有时候很感叹 就是生活过得有点松松垮垮 觉得我开心一下也蛮好了 无数个也蛮好 加在一起 这宝贵的时间就没了 变成资本的流量了 所以我们时候为什么重视这个问题呢 因为往后的瓜会更多 吃瓜的人到底会有一种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今天总的来说 应该是个明智空前发展的时代 因为生活很丰富 不断地打开 木质在增长 你说现在公布的2021年 中国GDP人均12,500美元 超出世界平均数 就说这种发展 它会带动下面的社会发展 会带动很多很多 新的样态 就是你想不动 因为整个社会的生活在发展的时候 它的需求变了 特别是精神需求 文化需求 艺术需求 但这个需求的过程中 网络也不断地会抛制很多瓜 让你带动你去思考 带动你去学习 但如果说你不会吃的话 你就被它吃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我们今天面对吃瓜 需要的一个态度 一方面要警惕 警惕自己 因为吃瓜吃不好 很大原因是在自己 尝试着去看到瓜本身 也能看到这个瓜背后的那种复杂性 那种里面的来路去迈等等 那学会在无形中啊 通过思考而成长 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尿语王 欢迎你和我一起 与时代同租共济 做新时代的旅行者 谢谢大家